哈囉 大家好 我是熊岳 那今天呢 要繼續我們的科羅威亞 到了陸生村 好的 終於到決戰的時候了 我們打開一下我們成就書喔 各位看一下喔 他是說附魔裝備到達火山龍雪 並進入傳送門擊敗終界龍 所以說他這是一整個成就的 就是結果 結果是擊敗終界龍 可是必須要達成前面這些 我們要附魔這樣子 所以說 我打算把附魔 和我們的地下基地結合在一起喔 就是叫我們的那個基地有沒有 裡面蓋附魔室 好的 所以說呢 我們首先 呃 我們應該要先做附魔台嗎 啊不對 我們先把空間挖出來好了 空間的話一樣是這裡啦 就是我們這個階梯有沒有 一樣的部分 我們就從這裡往下 往下挖 竟然是要蓋附魔室嘛對不對 應該不用到很大 就是一個附魔室的感覺就可以了 地下基地 這樣會不會感覺很困啊 哼 地下基地就是一個地下附魔室 好的 那我空間的挖 挖好了 就是這樣子有沒有 從這裡下來 然後到這裡 這裡是一個5x5的空間 我們就可以直接在下面這邊附魔 然後 呃 呃 不對不對 我感覺挖錯了 我還要再往這邊拖一個才對 OK 空間挖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鋪一下這些 呃 劍材有沒有 順便裝飾一下 先 先將空間給弄好 空間是很重要的 空間 先這樣子呢 鋪樓梯上來 然後就把下面這邊有沒有 換成 其他的材質喔 這些泥土怎麼會像基地呢對不對 稍微改一下 OK 看起來有點像一個地下基地了吧 一個 像地下基地的東西喔 好 那我們下面準備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去準備附魔台的材料 首先我們不會需要附魔 附魔我一定會想要全附嘛對不對 所以說我會需要準備15個書櫃喔 還好我之前在那個 亡靈城在有拿到不少書喔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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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魔台 然後 然後書櫃啊 書櫃 OK 夠夠夠夠 我們只需要15個就可以了 然後 居然多了那麼多 沒關係 都做都做 這樣子 剛好16個 這就是我們的附魔時間 拿下我們的青金石 還有順便做一套裝備 畢竟我的裝備耐久度其實不好啊 再重做個鐵裝好了 來來來來 準備 哎唷 蘑菇牛跑出來了 等一下 你怎麼跑在這裡了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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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理我 欸 他 他 他爬樓梯耶 我們的牛牛爬樓梯卡在這裡耶 好可怕喔 好 不要理他 我們不要理他 來來來 附一下喔 呃 胸甲 啊 稍微給他附一下 耐久 耐久 喔 耐久幹嘛 耐久 喔 防暴 喔 防暴幹嘛 防火 火山龍穴是要防火沒錯啊 畢竟 很多火焰嘛 深海漫游 喔 深海漫游幹嘛 喔 喔 不錯不錯不錯 感覺就是神裝格有沒有 嗯 很棒 那接著呢 我們附魔完了之後 我再拿一點東西來弄好了 拿一點東西來附 畢竟我記得我的 這邊很多附魔書嘛 看一下沒有什麼可以用的 這些我想要拿來敲一下 把我們的等級消耗完喔 畢竟這個 很危險啊 多一點保障也好嘛 像這個胸甲什麼都沒有 好 給他稍微 稍微附一下那個 保護室 然後防暴是不是不能附啊 防暴 對 防暴不能夠附那個 保護了 好吧 那就這樣子 所以我不知道要防暴幹嘛 兩個保護然後一個防火 這樣的裝備應該算是蠻強的啊 是說我這裡有一把那個欸 弓箭 我想要修一下弓箭欸 畢竟我們這把是沒有無限的 也附不上去 所以說我想要 像這把光是蠻強的弓嘛 我將它敲上無限 這樣子的話 呃 比較好射啦我覺得 敲上無限之後 再把它拿其他的弓來修一修 然後一樣敲上去啊 敲上去 雙弓 好可以了 這樣我們就真的 真的是準備就緒啦 好的 還記得就是 之前在這附近有看到豬人 喔就是就是就是 豬人在這裡殺野的話 代表說 這裡應該有個 呃呃呃呃 欸欸 我的水咧 喔在這裡 呵 嚇到 豬人在這裡殺野的話 代表說這裡其實 應該會有藏生怪磚 應該啦 不只藏生怪磚 應該說入口應該就在這附近才對 喔 好像就是這裡 入口 火山隆穴的入口 聽觀眾說啊 這裡是最危險的地方啊 就是 它有很恐怖的怪 喔 真的很恐怖嗎 這裡還蠻亮的欸 喔 烈焰死者 的確啊 我不喜歡烈焰死者 不要 不要 喔 可是感覺也還好欸 欸等一下 這烈焰死者是怎麼一回事 烈焰死了好多劍欸 四劍 五劍 都不會 欸 五劍才會死欸 這是四劍樹之隻欸 等一下 欸欸欸欸 它這個有點硬你知道嗎 因為太硬了 硬 硬過頭了 應該有生怪磚才對 我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找出來了 哇 直接生在這裡 欸真的很硬 這個這個不是一般的烈焰死者 它有改過血量 哇 但我絕對不能射到豬了 我射到豬了 我就完蛋了 我們走 欸欸欸 沒關係 山不轉路轉嘛 我們 直接從這邊有沒有 挖進去 看看它那個 到底是這個嗎 這個黑曜石 挖開來 喔喔喔喔 來到一個奇怪的地方喔 喔喔喔 等一下生怪磚 喔 看到生怪磚 生怪磚 生怪磚 喔 挖寶寶寶寶 啊 什麼 什麼 它說 它有名字欸 它有名字 它有名字 等一下 太遠了 剛剛沒看到 它叫做什麼 喔喔喔喔喔 它叫做什麼 喔喔喔喔喔喔 高超走欸啊 太多隻了 很難清 走開 不要打在這裡 好不好 我在攻略火山龍穴啊 的確 這裡是真的是 整個大陸最難的地方 主要是那個 遠程攻擊 而且太開闊了 而且烈焰死者的那個 血又很高 不然我們換一把弓好了啊 強力士和強力士 我應該沒有差多少啊 主要是我那個 我的箭矢會不夠用 我一定要用別的弓箭來踢蛋 這血量到底是怎樣啊 四五十滴歐啊 也太硬了 我射超多箭的才會死一隻欸 到處有沒有 一片火海啊 趕快把它焦熄 焦熄這片火海 還好這裡不是地獄啊 這裡可以 可以倒水 喔 我看到生怪獸 我看到生怪獸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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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下去封一下 呃 別出來 別出來 啊 可以可以可以 哭啊 哭啊 欸 電視的碰到水會扣血 這個 很難得啊 從來沒看過的景象 走開 這是什麼 等一下 有奇怪怪 有奇怪怪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到怪怪的東西 火焰火焰 什麼什麼 這什麼 欸欸 什麼東西 我被什麼打 我被什麼打 等一下 我被什麼打 我剛剛被透明的東西打欸 等一下 什麼東西 到底誰要打我 誰要打我啊 什麼東西 欸 欸嘿 作者你這是什麼東西 隱形的欸 什麼東西 為什麼 什麼 火焰在跑 火焰在跑欸 這什麼啊 奇怪的火人 而且他還有隱形欸 這也太扯啊 作者你這樣 這樣我要怎麼攻略這裡啊 他好像是在下面這裡生的 這裡應該有那個 生怪磚才對 是這個嗎 這個弓箭手 然後他拿著 好我看不到他拿什麼 走開 喔這裡這裡這裡 這裡有生怪磚 史萊姆的 喔等一下等一下 這裡怎麼會 出這個 這到底是什麼啊 這裡這裡生的 這裡生的 哇好會躲喔這個 太扯了吧 欸 忽然變好安靜喔 喔這裡這裡這裡 烈焰死者生怪磚 這裡還有 欸欸欸 這什麼這 可惡欸 不過他就只是比較硬啊 烈焰死者而已啊 這什麼 神話的烈焰神 神話 你已經變成神了 是不是 烈焰死者 啊 我好硬 你看 我超硬有沒有 鑽石劍的攻擊 我要砍他七八刀 對他還硬了吧 這平衡有點 不優啊 來來趕快把他挖掉 趕快把他挖掉 喔 應該沒了吧 這3B上該不會還有啊 等一下我看到一個 最後的 這應該是最後了吧 最後一個神怪磚 太小吃史萊姆 一片安靜虛無 就只是他主人了 很棒 好的 那我們現在呢 既然已經攻略完畢了嘛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沒有 就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進去之後 就是終界了 只要一進去之後 就回不來了 除非 我們打倒終界龍 沒關係 我們就進去吧 直接進去 趕一點 我應該是不會死的 嘿 嘿 結束了 終界龍 完蛋 結束了 我們在外島 沒關係 我該終界珍珠 嘿 終界龍 你就等著我吧 我來找你了 我來找你了 好 那我們這裡就差不多 先到這 如果您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方點個喜歡 不用按個訂閱 也不用按個小鈴鐺 那有什麼建議的話 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讓我知道 或者到粉專資訊欄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